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免要面对属世观念的冲击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若我们向世人表示自己所信仰的 也会遭到对方的排斥或敌对 当面对这样的情形时 如果情况容许我们能继续为主做见证 我们就当勇敢靠主在人的面前为主见证 但倘若情势不适合 我们也当愿意先以无可奈何的姿态 退出某些信仰辩论 这并不代表基督徒是懦弱的 相反 也更能显出基督徒的温柔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说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 以他为主 常常做好准备 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的人 但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当纯无会的良心 使那些诬赖你们 这在基督里有好平行的人 在毁谤你们的世上蒙羞 今天 有许多基督徒因害怕自己所信仰的 最终会被推翻 有些则因为还未更多理解 圣经的教导和教义之前 便落入和人的争论中 他们因着无法回应 对他们发出质疑的一方 就恼羞成怒 开始强词夺理 虽然基督教是有道可传 没有矛盾的 但基督徒在追求真理时 需要面对很多斟酌和揣摩的过程 圣经的教导和话语是确实可信的 然而我们的理解确实有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了顾及基督徒的尊严和面子 就在和人辩论信仰课题的时候 越演越烈 失去了温柔和敬畏的心 导致双方最后以不欢而上告终 提多书二章七至八节说 无论在什么世上 你都要显出好行为的榜样 在教导上要存权 要尊重 言辞要纯正 无可指摘 只反对的人因为无从毁谤 就自觉常会 基督徒总要为着我们的行为 教导和言辞负责任 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人得着诡谤的把柄 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我们所传扬和活出的真理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落入心怀敌意之人的辩论和质问时 有什么是我们应当谨记的呢 首先 神说 我是约华 这是我的名 我必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别人 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 归给雕刻的偶像 我们要知道 神的名本身就是荣耀的 荣耀也唯独是耶和华神所拥有的 没有人能够增添或夺去神的荣耀 然而人无知的言语 却会使神的荣耀暗晦不明 当我们和人一同辩论信仰话题时 除了应当将焦点放在神的荣耀 而非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见识上之外 也应当小心自己言语的表达态度 若我们对某些课题所知道的甚少 就当怀着敬畏的心 谦卑承认自己的缺乏 其实 这样并不会羞愧 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关于神的事 所以我们也应当在反对的人心中 帮助他们建立起这样的认知 这也能够间接高举神高深莫测的智慧和旨意 但若我们对某些课题稍微有所了解 也不应该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辩论 因为很多时候 反对的人是按照我们的态度 甚至按照客观的知识本身 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 如果我们顾略顾及到所提到的这些方面 即使我们在辩论中以很好的理据来赢得掌声 但我们在对方的心中却输掉了见证 和未来有可能继续探讨信仰话题的机会 所以 在和人辩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时刻注入温柔和敬畏神的氛围 你将发现 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次 如果我们受到强词夺理的辩论者 对我们发起一连串的压制 逼迫或威胁时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保持理智 免得被激怒 以至让对方得着毁谤我们的把柄 我们要知道 任何真实的事情 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有时候 我们宁可处在被动的位置上 甚至有时也必须退避三舍 但这不代表我们是在逃避挑战 我们理当要分辨和明白 有些争论最终并不会带给我们什么益处 反而会制造更多破口 让魔鬼有机可乘 所以 当我们理清这个事实后 就要愿意为了神的荣耀而如此行 彼得前书五章五至六节说到 神抵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谦卑 扶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是的 到了时候 神必叫我们升高 但在升高之前 必须先谦卑 而等候神就是一种谦卑的表现了 基督徒若为这神的缘故 而愿意以忍耐来面对这样的挑战 神也必定会按时候为我们升渊 虽然在真相显露之前 我们是处在下方劣势的地位 但神信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也承然如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三节祷告说 等候你的必不羞愧 当那些无故以诡诈待人的必要羞愧 既然我们盼望神尽快显明他的公义 那我们就当持守公义的态度来等候他 在敌对者的压制之下 我们选择以忍耐和谦卑作为回应 不表示我们就是失败 懦弱或错误的一方 相反的 那因压制信徒而占了上风的一方 也未必就是成功刚强或无误的 我们知道 抵挡真理的人 最终要面对他们以羞愧告终的下场 而到了时候 神必不叫我们感到羞愧 然而这全然是在于神审判的行动 而非在于我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应当知道 终有一天 一些属世的事情将要成为过去 虚假的道理也将要被真理舍命 那因压制和逼迫信徒 而感到沾沾自喜 骄傲的敌人 也将尝到公义之神的诚挚 所以我们应当怀着坚定不得罪神 愿意谦卑和等候神的心智 来静观其变 神必然会在他所定的时间里 荣耀自己的名 主旭我们在人面前所受的羞辱 我们行善不可上至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